1981年8月8号上午 台湾桃源机场起飞的一架先进的美制F5F战斗机 在众目睽睽睽之下 飞越台湾海峡在福州机场降落 台湾少校黄之城在机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驾驶驾着百万的战机投诚的消息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再保守张义时 他一句 我不希望台湾和祖国长期隔离 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 我飞到了大陆 说出了无数海峡两岸人的心声 本期剑人物 咱们就来说一说 黄之城是如何冒死投诚的 回到大陆 邓公亲自接见之后 他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 黄之城是名副其实的空二代 父亲和哥哥都是空军 而且官知不低 受到父兄的影响 从小就立志小成为一名飞行员 而这个梦想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 终于得以实现了 以优异的成绩 从空军军官学下专修班毕业 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飞行员 因为极具飞行员的天赋 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重视 简用了五年的时间 就被提拔为第五连队的飞行考核官 重为了空军少校 黄之城熟练地掌握了五种飞机的驾驶技巧 累计飞行时长超过了两千小时 既有天赋又刻苦 在国民党空军当中可以说是一片坦途啊 别看黄之城是在台湾出生的 他的祖籍却是广西横县横向村 从小母亲就总是念叨着家乡的好 有的时候还会分出老照片 看着故土总是隐含热泪 这让黄之城也萌生了 想要回到大陆追根溯源的想法 他觉得两岸都是同宗同源 家乡才是他的根 但当时的两岸关系紧张 他只能将这一渴望深埋在心底 但是随着官职不断的提升 经常要参加一些高层的聚会 对于那些高官的嘴脸 黄之城越来越看不惯 特别是他们小同胞之间刀剑相像 让他是无法容忍啊 失望至极的黄之城 下定决心要投成大陆 想要驾机起义 1981年他终于等到了结会 早上8点他穿戴好装备 带着一名飞行员许秋林 上了一架F5F战斗机 这是当时最新的美式飞机 飞机起飞之后 黄之城要求许秋林关向暗舱盖 飞机起飞机起飞机 飞机起飞机起飞机倒下了 好飞机起飞机 飞机显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